在篮球场上有两种类型的领袖的球员 他们分别是掌控者和创造者 虽然说乔伦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 但是他们也是相同的职责 就是带领球队去赢得胜利 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如果说这个什么所谓的掌控者和创造者 Bron James一个人大概就身包全职 只是听起来非常有趣的一个词语 我一直不太理解什么叫 掌控者和领导者和创造者 在篮球场上如果你可以掌控一切的话 那就不用比赛 而且篮球场上如果你可以创造一些东西的话 那倒是非常有价值 因为篮球的战术已经基本上被创造完成了 但是现在由于有了像LeBron James这样身体条件突出的球员 所以他在率领球内打球的时候 往往会创造一些更加精彩的一些攻击方式 但这些方式也需要同伴来配合 在这场比赛当中 他们的问题就出在 LeBron James也许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他的外线球员呢 却没有办法来打开这样的一个缺口 因为最终完成的应该是一次投篮得分 对